好 各位旗友大家好 那这番旗是7月8号进行的一盘网旗 由黑方柯杰对战白方变相仪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左上还是这个一线地压定式 这个定式现在真的是非常流行 然后黑旗拐头扩张模样 再往前压 白旗如果说长的话 虽然说这个空更加扎实 旗行也比较完整 但是这个气势上就已经输了 这个空跟白旗搬一个相比的话 就缩水了不少 而且黑旗还可以继续往前压 黑旗也会更厚 模样也可以继续扩张 所以说白旗搬 不过这里搬的话 黑旗断以后白旗肯定要补的 这边就留下来一个隐患 之后黑旗碰 白旗如果说觉得这里味道不太好 下的比较怂一点 那就顶住补旗 不过对于黑旗这颗子 就没有太大影响 以后拆边拆过来的话 只要做活 那黑旗就可以满意 实战白旗搬 收根 让黑旗反搬 断打 长一个 这样黑旗的借用变多了 白旗打 黑旗脚上跳 这个是黑旗的权利 白旗必须要跟着走 之后黑旗断 左边断打是不成立的 这里打吃白旗长 再打再长 黑旗跑不出来 所以说肯定要外面断 外面断的话白旗最好的下法 也就是像实战一样 并一个补旗 这里多打一下都是亏的 多打一下 首先不能往外面藏 这颗子 不然的话 左边断打 再断打 打持白旗崩溃 这里全得死 那打了之后再沾 跟黑旗长一个 多交换了这首旗 直接就伤到白旗外面 这颗旗筋 所以说白旗最好 还是直接补 之后黑旗直接打不太好 这个地方应该往左边反打 反打完之后再打 看白旗怎么办 这样的话 那白旗委屈 这个空被压缩到二路 那白旗就不能满意了 黑旗可以再出头 反打的话 黑旗提 反正这个节白旗更重 而且黑旗的本身节非常多 外面打持这颗子 白旗要跑 如果说白旗先长 不让黑旗找节财 黑旗左边断打完之后 上面打持 还有本身节 再提过来 白旗就头疼了 实战黑旗走得非常大方 打持完之后连续压 就这样把左边这块旗 弃掉了 这个白旗在布局阶段 这样围控是非常满意的 这里全部是实控 虽然说黑旗中间厚了 又振得先手往右边拆 发展上方大模样 但是白旗是实控 黑旗是虚控 这里不可能全部围住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 看胜率 黑旗就只有个位数的胜率 这个旗已经崩盘了 接下来白旗打入 然后黑旗逼住 搜根 白旗靠牙 黑旗扳 白旗断 黑旗再打 上面这里 如果说白旗马上打持 想要做活的话 黑旗还可以继续缩了眼位 而且多交换了这手旗 黑旗提掉之后 白旗拐头就是个后手 这里出头将会更加困难 白旗就直接保留了 香不飞出 黑旗左边厚 那白旗逃跑的话 步调肯定会比较快 黑旗这个时候 如果说自补一手 提掉 虽然说左边白旗借用没了 但是右上角这里 白旗就按照正常的 这个腾锣手段 碰完之后搬 黑旗也不太好定型 想杀白旗这块 是不太可能的 实战的黑旗坚定 这样就先把上面 这两颗子吃住 白旗在脚上夸断 再打 还是黑旗南下 跑这颗子的话 外面的空可以围 但是脚上的空 被白旗先手打穿 然后再二间地夹 这样左下这颗子 还要继续补 那黑旗全盘的控制 并不乐观的 所以说这个不能考虑 黑旗也别不选择 只有断打完之后 再往这打吃 以后这里白旗断打的话 就会形成截针 不过好在 现在白旗的这个 劫财并不多 黑旗全盘还算是比较厚 接下来白旗在这碰 一边腾锣 还有就是想要造劫财 黑旗如果说斑的话 那以后白旗像这种断 劫财就变多了 所以说实战 黑旗往三路利 不给白旗借用 不过白旗就揪着黑旗打 黑旗也是还不了手 在这个地方 断的话白旗打持 贴住 黑旗拐住 白旗搬完之后再搬 接下来如果说 黑旗在脚上补 那白旗打持 黑旗被打成一团 这个旗形太差了 打持的话也不行 这里反打完之后 还有双打持 也不用拼这个截了 直接就把黑旗 脚控打穿了 所以说 只能看着白旗在这作业 那黑旗搬完之后拐住 白旗拐出 接下来 黑旗虽然说 可以往这打持 缩小掩胃 但是对于白旗来讲 并没有伤筋动骨 这里白旗沾 联络没有问题 黑旗搬的话 白旗反搬 虎一个 还是可以做活 而且随时可以往外出头 实战 黑旗长 白旗就连回去 这块旗 现在暂时安全 黑旗拆二 先把这里安定 白旗小飞 而且这个小飞 让黑旗也是非常难受 接下来往前拆二 还可以点方 黑旗这里的根据地 也会受损 那黑旗也不可能这样补 这个价值太小了 实战 黑旗先往左边定型 压缩白旗的空 白旗点在这里 是瞄着黑旗两边的断领 补在下方 白旗长一个 就把这颗子吃进来了 那黑旗直接损进去 所以说 黑旗往左边连 白旗连回 黑旗再联络 之后白旗飞 这里黑旗便宜的 目术也有限 之后往脚上提截 希望白旗粘回去 那黑旗脚上这里的 断先手补掉 这个黑旗满意 白旗是肯定要拼自己截的 先往右边点刺 这里黑旗如果补断 效率也比较低 实战黑旗拐头 就是这样的话 先跑出这一块 白旗以后断 那黑旗只要把右边 这三颗子处理好 就可以了 接下来 AA的思路是让白旗搬头 这样更为大局一些 脚上这些目鼠就给黑旗了 接下来冲下去 把黑旗右边断开 点防这里 黑旗还要补断 补完之后 白旗左边还可以点防 黑旗整条大龙不活 这样还是白旗更为主动 实战白旗就先提截 那黑旗往右边碰 这样的话顶完之后搬 然后再往路搬 黑旗就已经火起了 这个地方再爬 爬不到这一下 白旗可以搬下来 这样黑旗在脚上掏空 但外面这里要死 所以说黑旗连回 白旗拐头 接下来黑旗往三路点 压缩白旗的脚空 AI的思路始终是让白旗走在外面 可能是觉得现在白旗全盘的空不错 这里怎么后怎么下 那白旗获胜的这个几率还是挺大的 不过按照正常的这个思路 白旗肯定要选择往脚上补 或者说夹击 实战白旗夹过来 黑旗爬一个 白旗再飞风 黑旗要路拖 这个地方如果说白旗外搬 那黑旗长一个 白旗外面补黑旗跳 这个活得挺愉快的 实战白旗内搬 打吃 不让黑旗轻松做活 接下来白旗往前跳 这个是旗行的要点 黑旗先往下逼住 白旗这块旗还要再做活 黑旗虎加来 白旗夹出来 黑旗再往脚上跳 之后白旗往下打 这个是个先手 黑旗这块旗不补 被白旗往脚上二路飞 那黑旗还是不活 所以说黑旗靠完之后二路立 白旗右边拐头 黑旗跑出来 然后白旗飞出 接下来黑旗因为跑不掉了 这个地方只有继续补 然后白旗往上长 接下来因为白旗的空不错 所以说只要把右上脚 这块大龙简单活旗 肯定是白旗优势 黑旗还是先提节 这个地方白旗就非要跟黑旗较劲 冲完之后再提 然后黑旗左边搬 沾 看白旗如何补 白旗如果说想补的味道好一点 那就往这拐打 不过黑旗以后往脚上拐住 这里白旗的幕术烧亏 实战白旗在优势的局面下走的还是非常撑 往脚上爬一个 黑旗提 白旗右边断 黑旗搬 做活 白旗再提节 之后黑旗左边连续冲 这个都是黑旗的权力 还是往右边长一个 这个地方如果说黑旗现在起杀星 往中间飞 想要缩小白旗的眼位 这个是行不通的 因为白旗还是先断打 然后往右边这里找结材 这样黑旗如果说消结的话 那白旗右边直接提掉这颗子 再点过来破眼 黑旗局部不活 这样黑旗不行 所以说黑旗往二路长 先确保这块旗活掉 白旗断打 还是拼这个节 之后往脚上冲一个 黑旗搬 白旗再提节 黑旗左边打吃 提过来 白旗上方断打 这个都是本身节 黑旗再沾 先沾 黑旗这个节的负担 就稍微小一点 接下来白旗再断打 黑旗再提 白旗打吃 黑旗沾 白旗再提节 之后黑旗左边打 再提过来 白旗脚上断 再提节 之后黑旗 左下角往里面打吃 这个是损节 因为打吃在外面的话 白旗沾以后黑旗也就没有节彩了 打吃在脚上的话 以后二路段这里白旗打 黑旗再反打 提掉 然后再打 还有节财 就节财的数量稍微多了一点 不过目数非常损 之后白旗沾 黑旗再提节 然后白旗往脚上一路扳 其实这个也是节财 黑旗实战还是补了 如果说把这个节消掉 不补的话 白旗首先可以先往中间这里跳 把这里 这块大龙做活 然后再往脚上动手 一路长破眼 黑旗往外扳的话 如果说白旗虎一个 那黑旗挤 那白旗打吃 黑旗再往这断打 还是会形成一个节阵 那如果说白旗团住的话 这个就是最为强硬的下法 黑旗就危险了 脚上可能会全死 所以说黑旗还是补掉了 白旗再提节 之后黑旗左边断 提过来 然后白旗接下来往中间断 是不太明智的选择 这个地方 因为白旗的节财还是有的 像左上角这里打吃 提节 黑旗往下打 之后白旗往上反打 这里还有节财 如果说黑旗选择转换 把这个节消掉 那白旗提 首先脚上目数便宜不少 然后黑旗往中间飞的话 白旗这里的眼位看上去也还可以 好 做活的话应该问题不大 所以说白旗还是应该继续打这个节 实战白旗往中间断呢 黑旗就没有理由跟着硬了 直接把节消掉 而且接下来白旗的选择也不太简明 这个地方白旗最好还是往中间大跳 中间大跳 黑旗这四颗子肯定是连不回去了 靠住的话 白旗搬完之后打吃再冲 这里白旗只要安全连回 就是白旗又是 实战白旗长一个 这个地方白旗还是比较有野心 可能想把黑旗整个中间这两块旗 全部卷进去 但是这里白旗的眼位也被黑旗压缩了 接下来白旗小尖 黑旗靠住 白旗再点过来破坏黑旗的眼位 接下来双方互相缩小眼位 黑旗往这点白旗定住 接下来对于黑旗来说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就是挺头 因为白旗如果说吃中间这一块的话 那黑旗往右边 再点一个就可以吃住白旗上方大龙 白旗如果说跳方补旗 那黑旗挡住 白旗上面扳断 黑旗可以往这小尖 这样的话白旗还得继续补 黑旗可以再挤一个 然后断 这样黑旗如果说争取能吃住 白旗左右两边其中的一块 那黑旗在这里的作战肯定是非常成功的 所以说往这尝试了黑旗的机会 实战黑旗挡住不好 这样白旗斑断打玩周瞻 黑旗只能先长气 白旗虎一个 黑旗打白旗瞻 接下来黑旗再挖紧气 白旗断打 这几手都是必然的变化 黑旗打吃 白旗先提 这里瞻的话呢 被黑旗往这打打吃滚包 所以说白旗提 黑旗冲 然后白旗再打吃 黑旗再沾 下一手旗 白旗出现了致命失误 这个地方白旗应该往右边夹 形成转换 吃掉这五颗子 白旗已经活了 而且还可以争得一个先手 黑旗提通这几颗子的话 那白旗可以往左上角收空 这样后续收关 黑旗的空肯定是不够的 这样白旗可能就要赢了 实战白旗粘的话 在这一毛不拔 那这个旗就出起了 那黑旗往右边扳 接下来白旗选择的是冲 断的话也没用 断的话黑旗就连回去 白旗打黑旗可以先往外贴入 白旗来不及提 右边这里有个道铺 但是如果补掉这个道铺的话 黑旗粘 我们会发现白旗两边都不入气 这样白旗就死掉了 所以说这里 断肯定是不行 白旗冲 那现在冲完之后再断也不成立 跟刚才差不多 黑旗往这贴住的话 白旗只有补掉这个道铺 那黑旗再沾 白旗两边还是收不住气 所以说这里 那白旗就直接崩溃了 实战白旗往左边提 黑旗贴住先手再沾 走到这的时候白旗就认输了 那这盘旗也是相当精彩 那黑旗在布局阶段选择弃子 这个局势对于黑旗来说已经相当不利了 然后白旗往上打入也是掏掉了一块空 不过最终这里的转折点就在于右上角的结针 白旗在这儿过于纠缠的话 反而不太好 而且最终白旗在左上角还是有结材的 最终白旗的结材选择往中间断 这手旗是比较有问题的 不过也不代表黑旗这个时候就已经翻盘了 接下来如果说白旗能够选择转换吃住黑旗 上方这五颗子 把大龙活掉的话 还是白旗有史 不过接下来白旗走得太过于贪心了 左边这里还要再沾 被黑旗往右边一搬 就直接出旗 然后黑旗就反杀白旗大龙 最终翻盘 好那这番旗就给旗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到光影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旗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